同样是被金银欺负 为啥魏燕娃恨痛了她 阿若却恰恰相反呢 金银在剧中可是个狠辣的女人 表面上看着妖娆妩媚没什么害处 和纯妃等人都说得来 但贝蒂临使了不少的手段 费了不少心机 反派大佬魏燕娃和卖主上位阿若都被她欺负过 但两人对金银的态度却相差甚远 魏燕娃原本在花房是个四花小宫女 只因误摔了花盆又说错了话 被狼化处罚致给了金银调教 金银给她改名成了婴儿百般的折磨 更是指使启祥宫上下的工人都能欺负她 这一切全都因为魏燕娃眉眼间长得有几分像如意 金银甚至狼花不喜欢如意 她这般欺负魏燕娃其实是在变相的责骂如意 使善骂怀的招数就为了讨皇后的欢心 自己才能更好地站住脚 魏燕娃对金银那叫一个痛恨 人家伤孩子她就咒骂要疼死金银 慢慢崛起之后 在背后对金银使的手段可就更多了 接着后宫品费们集体孤立金银 让她沦为众食之地 在金银同时真书时特地透露给她 遇事王爷犯错的消息 间接推动了金银抬死腹中 后面又利用了狗腹棍 除掉了两位公主 成功让金银背了黑锅 可以说魏燕娃后期 第一个主公的敌人就是金银 而阿若却不恨金银 只恨如意 阿若当初因为嘴气 被高细域罚贵 漂泊大狱里却有一双手向阿若身来 没错就是金银 我带你去和皇后娘娘求情 好好的美人 贤妃不心疼 我和皇后娘娘心疼 一次雨中救助 一次变着烦的教授阿若上位 金银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想让阿若背叛如意 为日后朱砂菊呢做铺垫 阿若出身的确是比小琵琶金 和乙贵人高贵不少 她父亲又得到了扎龙赏识 一想到这儿 阿若这个朴系女就更飘了 这时候的如意 想着给阿若找个体面人家 嫁了 正让她觉得如意 是不想让自己接近皇上 觉得是如意阻挡了自己宠爱 此等心理一产生 卖乳求荣 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之后的事呢 更是一气呵成 可她上位之后 即便和金银一样成了平位 却还是被人看不起 更是当街被金银抽耳光 在当时连则大公女都要被回答脸 金银这无疑是在羞辱阿若 可阿若却甘心受着 毕竟她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呀 所以她把这一切都挂在如意头上 觉得是人家挡了她的路 金银当初雨中的一只手 就抵过了如意那么多年的丑溺 真是可笑呢 怪不得都说 雪中宋太 永远比细水长流吃香 还真是讽刺呀 今日青天剑 来给永皇算流年 本宫便把你的八字 拿去和永皇一合 不成想不仅和永皇相克 还和皇上翻宠 这就不太好了 魏彦婉前妻明明和海岚没啥过忌 她为啥非要把人家 从中翠宫赶走呢 魏彦婉东凑西凑 弄到了三十五两银子 多了关系才被分配到 纯飞宫里伺候大阿哥 可海岚非要出手把人调走 还利用了青天剑的名义 这到底是为啥呢 魏彦婉照顾大阿哥期间 恰逢扎龙来中翠宫看孩子们 她帮着大阿哥和三阿哥说了话 借了纯飞的围 得到了扎龙的夸赞 这时候的魏彦婉觉得 自己总算熬出点苗苗了 但当海岚看到魏彦婉 私下和扎龙说话 就打定了主意 又让纯飞给他调走 这时候的魏彦婉 却是顿过上位的心思 但也只是个萌芽 却不想直接被海岚 给扼杀在了摇篮里 海岚和纯飞说他勾引皇上 若是成了阿若2.0 就会被人误会 觉得是纯飞举荐给皇上的美人 想要一次争宠 就像华飞把宋志 退给四大爷那样 这样一来 就会被皇后一派盯上 从而威胁到三阿哥的安全 纯飞一听 会危及自己的儿子 立马就答应把魏彦婉送走 海岚这么做 也是为了自己上位 如意进冷宫后 海岚就想着帮姐姐脱困 首先就先得把恩宠续上 这时候的后宫又没有新人 海岚长得又好看 上位机会还是不少的 可一旦让她闻到了心味 发觉到了这个 长得像如意的新人夜晚 那就难办了 即便海岚再美 终究抵不过新人更有新鲜感 纠结之路就更难了 加上海岚慧眼石柱 一眼就看出魏彦婉是个 心术不正的狐妹子 若让她进了后宫 怕是不好对付呀 毕竟有阿若那样的 在前途摆着呢 魏彦婉起码得顶五个阿若 再有了上位的心思 可就难办了 海岚也怕魏彦婉利用永皇 毕竟只有靠着这份产事 她才能见到扎龙 分析到这个细节 魏彦婉后期用天象局 害如意也就不奇怪了 她一直都是个学习能手 学到了金与炎的借刀杀人 又学到了海岚的天象之说 可以说是集万千攻动手段 于一身了 或许把海岚不插手这件事 魏彦婉或许还有其他出路可走 这时候的魏彦婉才14岁 仅仅比永皇大一岁 虽说 剧中两人看着差挺多 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年纪 她又是大阿哥的贴身宫女 等到永皇吩咐读注 或许会收了魏彦婉当世界格格 扎龙前妻对魏彦婉不过而而 从剧中她被金与炎折磨那么久 也没见扎龙想起她 可见就是一时间图个新鲜 在清朝皇子正式娶妻之前 都会安排人交皇子知人事 魏彦婉又得大阿哥喜欢 有很大可能会成为对方的世界 要真是这样如意后期 也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吧 这桌子里边 藏着伤人血气 让女子不韵的零零香 哪有什么零零香 宫斗剧里的五花八门的厨娃神器 直接颠覆你的认知呢 说起宫斗剧必备神器 那必须得是厨娃小要玩了 像《真欢传》和如意传中 就曾出现过很多的小秘方 但里面的水分还是很大的 相复杂郎话 和如意和高西月的零零香 其实戴在身上并不能聚娃 据伊林记药记载 要想用零零香聚娃 得抹着粉就酒水喝下 仅一两就能让女子一年不运 勤募轻易尝试 再就是安小鸟的萧萧香 被真欢用来刺激刺大眼 人味运动导致小鸟蛋不饱 这和王亲用的密药 阿基苏丸是一个作用 都是宫廷男生密用好物 像如意转圆柱 玉飞在扎龙米饭中下的良药 也是起到这个作用的 并不是直接用来聚娃的哦 再就是遗羞害纯元胎死男产 用陶仁替换了杏仁 他不愧是懂医术的竹丸专家 孕妇服饰大量的陶仁 就会导致滑胎等 不得不提的是 宫斗剧最常见的红花 但其实红花也是分种类的 红花和藏红花两种 药性还不一样 虽说都有活血化淤的功效 但红花能致痛经和跌打损伤 孕中女子服用红花会有滑胎风险 但红花不会导致不孕 当然大量服用还是有些影响的 可剧中的端飞整个人都飞了 身子孱弱不说还终身不育 多傻带着节目效果了 咱就是说华飞到底给端飞惯的啥 另外西鸡丸欢宜香疏痕交 都出现在大大小小的宫斗剧中 这里面最厉害的成分是射香 她可不是妇女之友 女子最好不要用射香灰聚娃的 孕妇使用大量射香会导致流产 千万注意了不要成为第二个花飞和甄嬛 除了这几种 在其他剧中也出现过别样处啊方法 像《大唐荣耀》中 沈珍珠的瓦 就是被尽了牛西草汁的宣纸给害眉了 我妹娘传奇中还出现过无花和五行草 还有一些其他剧中有更邪乎的 用海兰花枝涂在风筝上 导致女配花态 这还算普通离谱级别的 更有奇葩的说 杨贵妃和唐玄宗妹孩子 是荔枝吃多了的缘故 但其实荔枝没有花态的作用 少量吃还是没问题的 还有什么闻茴香的味儿丢瓦的 甚至还有人吃水质出瓦的 真是要多奇葩有多奇葩了 真是一入宫门深似海 吃东西也得多加防范啊 吃东西也得多加付码 下方便吃感到